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我都觉得自己是不同的 我有可能会焦虑 最多有可能会有点生气 但是我从来没有再害怕 离三十岁已值五年的时间了 我好像听很多人说这句话 留给我去困惑 去改变的时间 好像也就只有一点点了 我是Angel 陈安琪 我设计一切让我自己和别人都感到新鲜的衣服 上升特别调皮 咬人 打架 然后在我中快要毕业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去上升马丁 在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高中没有毕业 我就出了伦敦 我觉得那一段经验是让我快速成长 以及让我很快学习到了谁都不靠 只能靠自己的情况下 我还得活下去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他希望他自己未来要成为的那个人 我也在一种让我自己很舒服的方式生活着 有可能你让我 不要这么有计划 不要做这么多抛头露面的事情 我可能还觉得uncomfortable because I am what I am 所以我觉得我在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年龄不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想想看伦敦的设计者 那个Vivian Vasswood 他到现在八十多岁了 他也是一个老朋克 有像他这样子的人活着 为什么不能有像我这样的人活着 我们的品牌的衣服是非常的夸张 然后很多颜色的 很多人都不敢去看 有些人是不敢穿 有些人是不敢看 有些人甚至连不敢摸都不敢 你也许一开始是害怕的 但是后来你是愿意站立起来的 你是愿意在人群中凸显出来的 慢慢的你也许想要说话更快 走路带风 甚至于你希望大家所有人都看着你 这个就是在你身上的改变 我看起来跟别的这个年龄的女孩可能不太一样 我经常在想 如果用颜色和特质来形容我自己 我会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真的到了五年或者十年以后的那一天 我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是没有办法预计 我现在二十五岁 我正在做这番事业的 那当然我现在二十五岁 我也更没有办法去预计 我三十岁我能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希望我在三十岁的时候 还保有跟我二十岁跟我十五岁一样的热情与憧憬 去完成每一件我所期待的事情 我所热爱的 但我希望别人评价 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我是会叛老的 我只是会觉得现在 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够用 我做每件事情都感觉在争分夺秒 我在跟时间赛跑 人生太短时间太少 我希望我的乐观不要改变 然后我希望 希望什么改变 我希望不要变 我可能不清楚未来的我 会成为什么样的 但这件事情永远只跟我有关 这一个我 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永远地保存住 永远地保存住